谢谢你 嘉柏烈牧师 他下去了 早安 我要谢谢每个来到这里的 特别是这一堂 因为你冒着雨 火和暴风雨 Amen 代表这是教会的支柱 Amen 真棒啊 你们都让我想起黄牧师 你们不觉得被赞美 你们当中有些人会 有些人没有 Amen 但你知道真的很棒 有人愿意 你知道冒着风雨 Amen 来到教会 有段时间 以全体教会一起聚集 代表死亡 当时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会在地下聚集 地下 罗马人有一次在 他们的皇帝因着天空中的异象受到影响 接受传统基督教 在那之前有各样的逼迫 对吗 很难承认你是信徒 非常凶险 基督徒被扔进竞技场 成为搅斗士 或许多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此我们感谢神今天赐我们的自由 Amen 能一起到教会敬拜的自由 Amen 赞美主 好 让我们不要被归类成那一种 哦 今天下雨了 我不能去教会 Amen 如果 你在谈恋爱 女朋友说 今天下雨 我们就不见面了 你会说 亲爱的 我会穿过火 我会越过水 Amen 如果发生地震 我有一条通道为你打开 真爱的旅程 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的爱 Amen Amen 这不是信息 哪个经文章节 有人试着记下来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想这是 种下业之梦 没错 威廉莎士比亚赞美主 你知道我们现在 正在教导解读圣经的原则 我们正尽可能地学习 但有很多原则 我相信神在亲自教导你 当你打开圣经 亲近神的话语 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受教的心 谦卑的心 你可以打开圣经 如果没有谦卑的心 没有受教的心 打开 只是为了阅读 积累知识 知识会膨胀 岂是不会 那么就没有达到目的 Amen 读经时 无论你是否理解 所有的原则 你说神对我说话 神可以从约拿 对你说话 神可以从以西节 对你说话 对你说话的意思 这是核实的话语 Amen 记得我还是个青年时 在我成长的教会 参加青年聚会 我记得我母亲 我留着长发 母亲告诉我 去剪掉 你的头发太长了 去剪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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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去 去参加聚会 我母亲告诉我 那时我还没结婚 当时 当时我母亲告诉我 在那个时刻 去剪头发 太长了 我参加聚会 突然间 我看着我的圣经 打开一节圣经 经文 亲定本圣经 剪掉你的头发 我知道神会说话 所以我才这么说 大家说 你可以打开圣经 我最近分享过 你打开圣经 上面写着 犹大上吊自杀 然后你说 那不行 再打开 主啊 再对我说话 你打开 要做什么 就快做 好 当然 这不是这种方向 但如果你的心向 让神敞开 你想知道 神要对你说什么 神有各种方式 但总会借着神的话语 Amen 仇敌 害怕 看见你花时间 在话语中 以受教的心 学习神的话 Amen 神可以教导 那些可教的人 圣经称之为 柔和谦卑 Amen 容易被教导 当你学习时 会有所得着 那段经历 我想让你经历 心中的火热 那颗在启示中 火热温暖的心 Amen 不是膨胀的知识 而是启示 有时我会在 打开圣经前 对神说 天父 透过你的话语 对我说话 让我看见耶稣 Amen 求你赐我明亮的眼 和可听的心 我 我我 我知道 我会说 主啊 甚至在预备信息时 我聆听你的话 不是为积累知识 Amen 但请赐我启示 所以知识 属于头脑的 头脑的领域 能让你膨胀 我知道这件事 我知道这个 我知道那个 有些人可以去 神学院或神学中心等等 他们能学很多 却没有经历主 你想要的是 启示性的知识 你需要的是 启示性的知识 还有启示 我希望你们 都对启示诚意 Amen 我的意思是寻求启示 哇 这是启示 让神给你属于你的启示 Amen 我是说 神的话语都是一样的 但神说话 说话 说话 就算是从既定的段落 这就是你的启示 启示会让你变成磐石 人会接近 他们想花时间和你一起 因为在他们居住的世界 总是 总是 总是颠三倒四 总是非常混乱 总是没有稳定性 他们在寻找稳定 当他们看着你就像磐石 有稳定性 出于某种原因 他们喜欢靠近你 他们可能不会来找你说 我想要耶稣 他们甚至看不出原因是耶稣 但他们知道有稳定性 Amen 他们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说的话有智慧 你就像清车的水 每次离开时 他们会感到鼓舞 他们不知为何 因为你有神的灵 而忧郁的灵不喜欢 每次那些人都花时间和你在一起 那些灵魂离开他们一段时间 Amen Amen 你是一盏光 要去某处发亮 你可能没发现 但你就是一盏灯 准备发亮 Amen 我想 我告诉过你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在世界某个角落 人在行 你知道 人在行巫术 正在进行巫术仪式 人们拍打着鼓之类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 你知道 咒语之类的 突然间带领 整群人的首领女巫 在室外 噗的一声倒在地上 颤抖 你知道 就像乌叶着 像一只猫 乌叶着 像害怕的猫 或害怕的狗 在地上 颤抖 倒在地上 所有人看着他身后 因为他们在空地 有一条小径 一位老太太路过 老太太唱着歌 看着他们正要回家 后来 他们才知道 老太太刚从教会出来 她自顾自地唱歌 像神唱着赞美歌 但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光球 经过 这就是所有人 女巫 他们当中的首领 说他们看见光球 人看见她 但他们看见光球 Amen 你不知道你的影响力 摩西不觉得 他的脸在发光 看你的四周 Amen 有人的脸在发亮 你要的是启示性知识 当耶稣在 该撒利亚 腓立比问他的门徒 人说我是谁 有人说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有人说你是从死里复活的 施起约翰 有人说这个 有人说那个 然后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对吗 然后谁回答 彼得 他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然后耶稣说 西门八月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 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他有启示性知识 不是属血肉的 换句话说 你不是想到的 也不是从其他人 那得着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 父指示的 发生在彼得身上的是 启示性知识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在这磐石上 这有区别 你仔细看 好 两个石头并不同 彼得不是 彼得不是耶稣 要建造教会的 磐石 是启示 让彼得成为磐石 耶稣说的是这个 在这磐石上 更大的磐石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它 所以有基督教派说 哦 彼得是磐石 你知道彼得 我们建造在 彼得之上 不我们不建立在 彼得之上 不建立在人身上 我们建立在 耶稣基督之上 除耶稣基督 别无根基 他所说的磐石 是彼得得到的启示 彼得因为你有这启示 现在是兼顾磐石 你们也一样 一旦你有那启示 来自神的启示 能兼顾你 Amen 赞美主 预备好领受神的话 跟隔壁的微笑说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 我可以认识你 因为你坐在我旁边 Amen 好 看另一个人 后面的或是其他人 打个招呼 Amen 还有 看右边的人说 下次要喷香水 Amen 抱歉抱歉 OK 赞美主 我们正在让人们回来 真奇妙 看看四周 人们渴慕神的话语 他们愿意冒着雨 我想 我今早看见 更多人 下雨天 比晴天更多 也许应该下更多雨 Amen OK 让我们直接进入神的话 这可能是如何 学习圣经系列的 最后一篇 Amen 我只想对每个正学习 学习要成为牧师或圣经教师 Amen 宣教师传道人的 对工人来说 这是给提摩泰的话 你当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意思是 如果你不学习 会感到愧疚 Amen 会感到愧疚 会有理由感到愧疚 但如果你学习 就没有理由感到愧疚 Amen 神甚至告诉约书亚 在他开始啊 开始服侍 或是作为神 百姓的首领 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流乃云密之地 摩西刚死去 约书亚接手 但神对约书亚说的 第一件事就是 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结果如何 如此你的道路就能亨通 凡事顺利 好的成功 永不会让你远离你的家人 好的成功 不是看着 看着报表 不眠不休 Amen 直到眼睛肿胀 这不是好的成功 好的成功 不是拥有 好的成功 总会给你时间 服侍主 即使主日也能来教会 Amen 服侍主 Amen 仿佛 金钱在为你工作 不是你为钱工作 这是好的成功 你的道路可以 横通 凡事顺利 但约书亚 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换句话说 各位 听着 有仇敌在外 在应血之地 有仇敌 记得四十年前 他们在那里 看见亚纳族人 他们还在那里 同样的仇敌还在 而他们现在更加成熟 更扎根在他们的坚固堡垒 我们知道 耶利哥的城墙很厚 所以仇敌就在那里 障碍 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 在那个时候更是如此 在那个季节 因为约旦河 在收成期间溢出河岸 说到越过的时间 这是最糟的时间 来穿越约旦河 有自然的障碍 你知道吗 无论你面前有什么 什么障碍 什么仇敌 你不要全神贯注于 仇敌 约书亚 你们要被我的话充满 给领袖的指示 从一开始 不要专注于仇敌 不要被麻烦和障碍所困扰 专注于我的话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就可以凡事顺利 阿妹 有一条律法 我想是在生命纪里 说到当王登基时 他的父亲去世 或其他原因 他登上王位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亲手写律法 律法书 就是摩西五经 他需要亲手写下 这样他就可以学习 一声敬畏主听着 这是首要的 使他敬畏主 并谦卑自己 而不高举 自己胜过他的弟兄 他是王 他是王 但书写并熟悉 神的话 阿妹 我不是要你抄整本圣经 已经为你写好 阿妹 但是与其要求 并将责任转嫁给抄写的人 王自己应该抄写 结果就是 就像我说的 他会谦卑自己 他不会高举自己 超越弟兄 第三个 真奇妙 第三条说 他和他的孩子 王和他的孩子 会长寿 他的生命将延长 他和他的孩子会长寿 这都是神的话语 带出的结果 专注于神的话语 我们许多人 因为我们没有专注于神的话 我们没默想神的话 只想着我们看见的 例如电视上的 对吗 像是无处不在的Netflix 容易取得 应有尽有 人们只专注于邪恶 很多故事都是 都是邪恶的 因为邪恶吸引了肉体 Amen 不知不觉 我们就被邪恶占据 被负面的事占据 我们专注于丑闻之类的事 坏事和八卦的灵 不知不觉的 我们专注于这些 圣经说我们看见主的荣光 就变成主的形状 在哪里找得到 他的话语 Amen 我们没有专注于 他的荣光 我不是说 不要花时间看其他东西 我的意思是 要确定 占据你的是什么 大部分时间 你在做什么 不要忽略神的话 Amen 当然 最好的方法之一是 圣经说 神给教会礼物 当耶稣升天时 他赐下恩赐给教会 Amen 其中一项礼物是牧师和教师 他们存在的目的是 教导神的话 不代表神直接教导我 我直接得着启示 我不需要任何人 不不不 这是 这是 骄傲的态度 是不受教的 神兴起他们 神兴起牧师和教师 他们面对与你相同的问题 神允许他们经历某些事 如此 他们就会有内在的丰富 能分赐给你 不只神的话语 而且神的话 也在生命中有功效 尤其那些年长者 我觉得自己是 是年长者之一 我有 我有多年的经验 Amen 当你看见年长者 他们正在教导神的话 你可以看见神的恩膏 在他们里面教导 传递改变生命的启示 并得着证明被验证过的 坚持下去 Amen 不是为这个人 而是为那个事工的恩赐 Amen 那份恩赐来自耶稣 升天的基督 当他升天时 他赐下礼物 他赐下一些 使徒 先知 传福音的牧师教师 作为礼物 有些人把牧师和教师 放在一起 因为牧师通常是牧师和教师 对吗 但也有教师不是牧师 好 他们是要教导 当你说 我得着自己的启示 不 谦卑自己 听神 听神话语的教导 Amen 一定要靠近 只要有水滴 从管道出来 如果是 涓涓细流 不必担心 去那些有 要靠近荣耀出来的 泉源之下 让自己停在那里 Amen 赞美主 Hallelujah 好 我想留给你们的 关键原则之一 就是要记住 我们作为教会 所教导的事 特别在这个教会中 我们相信 我们主要研究的是 圣经中的主要内容 有些人可能想 研究某些 更具体的主题等等 神的每一句话 都有益处 因为神的每句话 都是他所漠视的 Amen 在教训 责备 都是有益的 责备 没有人喜欢听见责备 纠正 没有人喜欢听到 但我们无法从他人的赞美 学到什么 赞美不会帮助我们成长 只让我们感觉良好 人们纠正我们时 很多时候 爱你的人才会纠正你 我不是在说那些 你知道 那些在社交媒体拍摄廉价短片的人 不是那些人 那些人总是 总是随便 说一些话 对吗 我告诉你 如果最好的政府 如果真有完美的政府 管理新加坡 永远不犯错 还是 还是会有很多 批评者 我认为我们活在很好 安全的国家 受保护的国家 大家想来这个国家 那么 政府是 完美的吗 没有完美的百姓 政府人员出于 出于大众 老百姓去担任的 没有完美这种事 但是你知道吗 考虑到所有因素 我们有非常好 很安全的 国家 我读到 我读到有人 吃东西 有人 吃饭 在纽约吃到鸡饭 就哭了 因为他们在那里待太久 很久没吃了 最近 有人去那里进行 特别的新加坡美食博览会 他们吃时都哭了 我们羡慕他们住在那里 他们羡慕我们住在这里 人们不开心 因为草总是 更绿的 直到你到另一边 许多年前我去了 我和一些弟兄 到纽芬兰 抱歉 是纽西兰 我们在那里服侍 我告诉他们停下车 因为草地很翠绿 非常美丽 我跳过栅栏 奔跑着 The hills like 在山上跑着 我爱大自然 如此翠绿 清脆的 你永远无法想象 太绿了 从字面上看 草更翠绿 我们在路上行驶 我要他们停下来 我跳过去 跑 跑过 草地 然后我停下来 一旦你到另一边 会看见一些东西 我环顾四周 有一坨一坨棕色物体 到处都是 棕色的 到处都是 没有一点空隙 看起来有些 像是干的 有些是新鲜的 我看这鞋子 我的 我的漂亮鞋子 我心想 哦 是什么 从远处看不见 我看起来都是翠绿的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 某人的婚姻 总是看起来更好 看起来总是更好 社交媒体 正在推动这个议程 Amen 这样你就会 就会陷入忧郁 你会有 心理健康问题 除我之外 大家的人生都很好 切断 别花时间 我不是说完全切断 我只是说 别花太多时间 不要成为奴隶 你的生命 比认识谁是谁 更重要 这个男的 现在的女朋友 是谁 要知道 你的生命更重要 你的生命很重要 时间是宝贵的 从你身边经过 转瞬即逝 Amen 我注意到 就是会这样 在我说清楚前 你们当中 有些人已得着启示 那些棕色的东西 是什么 粪便 羊的粪便 Amen 另一边的草更绿 当你去的时候 看到什么 便便 Amen 但你从你所在之处 看不见 Amen 我认为 学习圣经的 关键原则之一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努力教导的是 什么 成就今日的我们 Amen 我的意思是 有许多原则 你可以教 但我觉得 神要我与你分享的 是真正改变 生命的重点 第一 我知道圣经中 有八个圣约 当你拿着圣经 当你拿着圣经时 你看见前面是旧约 然后是新约 对吗 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 能在主里成长 Amen 持续在神的祝福中 虽然有八个约 当你有时间时 这是为让牧师 领袖和所有的人 全时间学习 Amen 如果他们 如果他们说的话 有任何智慧的灵 要分享 对你来说 你只需要知道 律法 旧约 和恩典 新约 Amen 那会很有帮助 如果你认为 你的新约 是从 OK 我的新约 以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 他说 新约 我现在在新约中 不是 你只是在 耶稣出生之时 对吗 好 耶稣 仔细听 这里有些人 有些事 其实我说的一些事 有些争议 但是 还有什么是新鲜的 这有争议 因为人们 你知道 对我的想法 有自己的意见 OK 每个圣经老师 都会有自己的意见 对吗 Amen 但我靠着神的恩典 努力精确地传讲 你自己事业 你不是傻子 你不是笨蛋 我在你们所有人 面前教导 这是开放的 这个事工是开放的 事实上与许多教师相比 这个事工有更多的人 在解释 有人在解释 我被告知 每周都有 Amen 有些人爱我 有些人 有些人不爱我 Amen 我想知道为什么 Amen 别担心 如果经过解释 证明无论如何 都会经过火 很多火 这不仅是友善的火 Amen 各样的火 而我 现在 我觉得自己像约书亚 我现在一百二十岁 你知道 但不是一百一十 他活到一百一十岁 你今天选择 但各位 你可以决定 你可以自己看圣经 OK 直接来看 来看经文 预备好吗 加拿大书四章 你来看看 律法和恩典 不仅因为你的 圣经说新约 那是新约开始之处 OK 新约 是约就是约 旧约 新约 我知道有八个盟约 其中许多 我们在旧约中找到 但基本上 神对待他们的是 律法和恩典 无论你在律法下 或在恩典下 旧约还是新约 OK 加拿大书四章这样说 极致时候满足 这是指耶稣来的时候 对吗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注意 他生在律法以下 他生在律法以下 记住这一点 无论耶稣做什么 他生在律法以下 我们知道 他超越律法之上 他超越律法 他颁布律法 Amen 例如律法说 你不能触摸麻风病人 你会被电污 你会不洁净 对吗 耶稣触摸麻风病人 我听过一些教导 耶稣当他触摸麻风病人时 他必须用 红母牛的灰 来洁净自己 这是对神的亵渎 耶稣触摸麻风病人 他没被麻风病人传染 麻风病人得着他拥有的 健康医治 完全 麻风病人被医治 耶稣不是来 好 听着 等耶稣再来时 他不是强加律法 在你身上 如果他执行律法 没人能到他面前 这些罪人不会来到他面前 他们不会合格 所以有变化 但在我们看这个变化之前 看这个 生在律法以下 是为救赎那些人 他为什么生在律法之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有些人读新约 我儿子最近问我 爸 为什么 耶稣的话 要变成红色的 我说很有意思啊 儿子 你注意到了 但不是每本圣经 都用红字 标示耶稣的话 有些人只是想 如果你不知道 这是耶稣在说话 其实你可以分辨 因为是以耶稣说开头 耶稣回答彼得 好 不必放红字 你月标是红字 其余的就好像不是耶稣的话 实际上 即使罗马书 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后书 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菲利比书 都是耶稣的话 是啊 借着秘书保罗所赐的 Amen 都是基督升天后的话 而马太马可 路加和约翰 是耶稣在地上识的话 有些人说 平牧师说 我们不必读福音书 不 福音书是我喜爱得 未养之处 我热爱以福音书为识 因为我看见耶稣的生平 看见他行神迹等等 特别是当我感觉不舒服时 单单读耶稣的耶稣神迹 常常在读完前就好了 Amen 这就是我们最清楚 看见耶稣的地方 别忘记保罗的话 彼得的话 书信 在福音书之后 是升天的基督 透过他们说的话 即使耶稣的肉体生命 在马可楼 要结束时 他说什么 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 你看 我以为他已经说完了 不 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 看见不同吗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代表无论他教什么 好 并不是 我们该说不是肉 他们喝的是奶 你需要这样看待福音书中 耶稣的话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 比方说 若你不同意 你说牧师 不 如果是红字的 一切都必须直接遵守 好 你如何解释 马太福音十章 马太福音十章 耶稣拆车十二个人去 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外邦人的路 不要走 换句话说 不要向外邦人传道 不要传道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进 这些都是非犹太人 宁可往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去 所以你怎么解释 牧师 耶稣说 到全世界去传道 我知道那是后来的事 那你如何解释这节经文 是红色的 我说是红字 怎么解释 可以解释 稍后他说 去到全世界 好 但你怎么看待这些经文 是在福音书中 所以你一定 你一定得依据 当时的亮光来解释 对吗 所以你必须 以这个角度 有这样的亮光 他第一次来 是位犹太人 成就于 亚伯拉罕 以撒罕雅各 所立的约 他来因为 神与他们立了约 之后世界才得祝福 是透过他们 我相信 我相信 神认为的理想情况是 神的国度 如果他们接受 耶稣基督 而不是拒绝他 他们将成为 向世界宣讲的传道人 阿们 耶稣将在中心 他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犹太人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阿们 阿们 所以 是的 现在今天 不仅是单独对犹太人 虽然神 听着神仍然有特殊的约 他会在将来的日子里实现 特别是当我们被提时 神的整个计划 预言的计划 会回到犹太人 Amen Amen 我们将亲眼目睹 我不相信灾难前的被提 你可以留下来 我们会从上面 看着你 Amen 这非常清楚 对我来说 圣经非常清楚 圣经说 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 Amen 我们不会经历愤怒 到目前为止 明白吗 当耶稣来到他的故乡 在 拿撒勒 他在那里长大 他生在伯利行 但在拿撒勒长大 许多人都去过那里 不久之后你会再次造访 Amen 当他在那里长大时 圣经说 依照习俗 他去到犹太会堂 是当时的教会 他们请他读 Amen 该他读的时候了 你必须知道一点 每个安息日 当他们读 有一个顺序 他们称之为哈佛塔拉 OK 那个特定要读的 要读的部分 在他们请耶稣读的时候 非常奇妙 出自以赛亚书61章 主的灵在我身上 Amen 因为他拆我来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一号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得得释放 Amen 叫瞎眼的得看见 然后他说啊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圣经说他和尚书 对吗 报告神悦纳 这是引用以赛亚书61章 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引用 但请注意耶稣来 报告神悦纳人的西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 但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原文 他引用之处 他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这是你看见的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出自以赛亚书 报仇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他第一次来为这拯救 报仇的日子还在未来 即使对今天也是一样 未来才是报仇的日子 有些人试着让他听起来 像耶 这一些迹象瘟疫等 这就是报仇的日子 不 这不是报仇的日子 其实耶稣自己说 这些征兆 瘟疫 饥荒 经济衰退等等 都是灾难的起头 OK 所以注意他停下来 回到耶稣读的 他停在哪里 报告神悦纳人的西年 然后他合上书 但在此之后有窦号 还有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窦号和报仇的日子 之间是两千年 两千年 我们需要正确地 分辨神的话 使我们不是感到愧疚 你不能就这样应用圣经 你需要正确地 分辨神的话语 我们不是在复仇之年 我应该说 我们不是在报仇的日子 我们不是在神报仇的日子 对了 年比日子长 是吧 神是良善的 好 复仇不属于我们 他不是来审判我们的罪 就是我们和他一起来 Amen 你不知道怎么骑马 你会知道怎么骑的 Amen 我们要和他一起 我说我们要和他一起 那些相信被提的 会在耶稣亲自来时才发生 好 来到地球 那你怎么解释 我们走到一半 然后耶稣说 掉头 就像在这里我们说晕了 你要知道 英国人使用 使用这个字晕了 他们说昏倒 对吗 昏倒 所以昏倒 你走到一半 耶稣说 啊 晕了 然后你下来 不 当然不是 Amen 我们将与主同在 这象征 犹太人的婚礼 Amen 你和新郎一起 有七天的庆祝活动 Amen 赞美主 如果你有眼可看的话 这是非常简单的 但如果我们说 不 圣经里的一切 听起来那么高尚 听起来那么好 但神期望你正确地分辨 Amen 你看见耶稣做的吗 另外的例子 在路加福音九章 顺便说一下 在路加福音九章 耶稣正经过撒玛利亚城 顺便说一下 这不是犹太城市 他们声称 耶路撒冷不是敬拜的中心 而是 他们的地方 他们的基利新山 是敬拜的中心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 看法不一致 耶稣经过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人看见耶稣 偏爱耶路撒冷 事实上 他期待着耶路撒冷 在他谈话中 从他的举止等等 表明他要去耶路撒冷 他们不喜欢 可能他们说一些 反对主的话等等 门徒听见了 谁听见了 爱的使徒约翰 雅各和约翰听见了 他们这样说 雅各和约翰 他们说 主啊 当他的门徒 雅各和约翰 看见这事实 想象一下 爱的使徒这样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 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好 还记得以利亚的故事吗 若不记得 我告诉你 大火落在加密山的 十年后 还记得 对巴黎先知的挑战吗 以利亚挑战他们 三年半来 有一场干旱 大的干旱 全都无法生长 百姓挣扎 因为他们敬拜 敬拜 耶喜别的偶像 神说 一面转过身来 好 神爱他们 神要他们悔改 神差遣以利亚 以利亚说这句话 用火回应的神 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不会讲细节 神用火回应 这一次火落在 不顺服 悖逆的 以色列百姓身上 那些敬拜 另一位神的人 不是把他们 从天上领出来的神 对不起 从埃及出来 进入流淌的土地 迦南地 他们是同一群人 他们忘记神 但当火 当当 当以利亚 放一头公牛 在祭坛上 那象征耶稣的献祭 耶稣在十字架上 当火落下时 火落在百姓 落在有罪的人身上吗 不 落在无辜的受害者身上 这象征耶稣 但圣经说 当火落下时 顺便说一下 有十二块石头 代表以利亚 放在祭坛下的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圣经说 他要他们倒什么 水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圣经说 火落下 吞灭 公牛 吞灭 木头 吞灭十二块石头 各位 你也要去了 当你去那里时 不会看见石头 不必找 他们被吞灭殆尽 都消失了 说明了旧约之下 审判 审判大于献祭 但在新约中 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承担你和我的罪 在木头上 当火落下 这一次 耶稣喊 成了 他完成所有的审判 释放宽恕给我们众人 一切都以偿付 合法公益的 而他存留下了 当他呼喊成了 审判结束 他仍然存留 这一次献祭 献祭大于审判 看见了吗 好 十年过去了 百姓仍旧叛逆 你相信吗 耶利亚坐在 坐在山上 这一次亚哈死了 他的儿子接替 他拆派先知 抱歉 是士兵去抓 以利亚来 为他祷告 你能相信 抓某人来 为你祷告吗 以利亚在一座山上 圣经没有说 是什么山 我怀疑 可能就是加密山 都在附近 这是前一次 降火发生十年后 有我们可以学习的 士兵们来 非常粗鲁说 下来 神人 下来 跟我们走 他说 如果我是神人 就让火降下吞灭你 火落下 五十名士兵 及五十夫长 都被吞灭 所以王说 哇 再派五十个 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世上的智慧 就是没有智慧 他们派了五十人 然后另一个五十夫长说 我说下来 下来 神人 说如果我是神人 让火降下 又一次 他们都被吞灭 而这个王 真是聪明 他呢 派第三组 所以这一次 五十夫长谦卑下来说 请不要杀我 拜托神人 请饶了我 你看神 神永远是 让我告诉你 谦卑对神有意义 有一天 也许我会传讲 关于谦卑的信息 这么多人 有特权感 传讲吧 屏幕师 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们忘了说 谢谢 请 我们对人 如同他们 就该服务我们 单单感谢神 OK 为你工作的人 感谢他们 即使是外籍老公 也感谢他们 有一天 你少了他们 生活会如何 谢谢他们 欣赏他们 不要斤斤计较 不要那么爱算计 不要轻易 责罚他们 传讲吧 屏幕师 OK 你能继续 讲如何 学习圣经吗 我来这里 不是为了 让你告诉我 要如何 对我家的庸人 OK 想要更多吗 仿佛地狱之火 并没有带来任何恐惧 OK 无论如何 这家伙性免于难 谁说跟他走 他和他一起去 明白吗 这是雅各和约翰事件的 例子 心爱的门徒 雅各和约翰说 像以利亚所做的 我们吩咐火 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顺便说一句 撒玛利亚人同一处 这是同一个地方 耶稣转身 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 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他怎么做 他没有做任何惩罚 只是往别的村庄去 我告诉你 那更糟 那位能叫 能叫瞎眼看见 Aman 恩高在他身上 使笼子的耳打开 瞎眼得看见 死人复活 竭尽麻风病人 他离开你的家 离开你的城市 这不好 太糟了 你有机会的 他往别的村庄去 但是请看 耶稣是怎么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他们可以说 耶利亚特灵 你不认为 门徒有 圣经的先例吗 回答我 和我对话 我知道现在还很早 鱼已经见识 我们的头发 但是告诉我 有圣经的先例吗 有 不是吗 耶利亚是神人 这对他的时代 是合宜的 重点在这里 如果他们不接受 大伙落在 加密山上的 献祭 没有落在 有罪的国家 是落在 无罪的人身上 我的意思是 这象征耶稣 献祭 落在祭物上 如果你拒绝这个 这是第二次来 不是被提 第二次降临 耶稣与我们所有人 一起再来时 神报仇的日子 这一次火落在 人们身上 明白吗 如果你拒绝恩典 就没希望 明白吗 大家可以说 Amen 这是事实 圣经谈到这一点 这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请注意很快的 他会很快的工作 然后是新天新地 那里住着公义 圣经说 狼将与羔羊同住 没有任何伤害或毁灭 在千禧年的统治中 耶稣统治时 Amen Amen 所以可以说 彼得和约翰 我的意思是 雅各和约翰可以说 雅各和约翰可以说 其实主啊 我们在遵循圣经 但耶稣可以说 你独了 但没有正确的分辨 我们不在此之下 要非常小心 这是伊利亚的日子 要非常小心 对 我明白 好吗 在啊 耶稣再来之前 会有伊利亚的灵 请注意 不是呼叫火或审判 而是为父的心 转向孩子 孩子的心转向父亲 因为伊利亚和伊丽莎 叫孩子从死里复活 他们的事工 那部分 坚持那部分 伊利亚的灵和能力 不是宣告审判 有些人只是 当事情发生时 他们心里高兴 他们预言这将 发生在这国家 你是什么样的灵 当审判落在人身上 是很高兴 耶稣甚至说 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什么 他们的罪是什么吗 耶稣对加百农说什么 加百农是耶稣叫瞎眼 叫瞎眼看见 聋子听见之处 给百夫长一句话 叫罗马百夫长 垂死的外邦仆人 活过来 阿们 立位后来成为马太的地方 后来写下 后来写下新约中的 马太福音 阿们 我的意思是 那里发生很多神迹 但耶稣说 加百农 他们最终拒绝他 情况更糟 因为他们拒绝恩典 耶稣说了什么 如果索多玛 有和你一样的神迹 他们就会存留下来 换句话说 他们会悔改的 直到今天 他们会悔改 这告诉我 拒绝恩典的罪 比索多玛的罪 更糟糕 此外 我这么说 即使是耶稣的审判 对我来说 很得激励 因为里面有这个 他说 加百农 如果在你身上 行的神迹 是行在索多玛 索多玛会存留下来 他给我们接近 索多玛的钥匙 关键是什么 神迹 索多玛有神迹 因此 如果你遇到 忧郁的人 他们的生活模式 带来如此的忧郁 内心 内心如此动荡 为他们祷告 别审判他们 为他们祷告 释放他们生命中的神迹 耶稣就是这么说的 谁是释放神迹的人 看看你隔壁的 那个人没喷香水 看另外一边 对 在他们手中 在他们手中吗 各位 这并不难 耶稣说奉我的名 信我的人 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你相信吗 好 其中之一是 奉我的名赶鬼 手按病人 就必好了 就必好了 是未来 对吗 但先按手 他们就必好了 先按手 对吗 一起看 每个人都举起手 这些 是手 手要做什么 按 按在谁身上 病人 病人会如何 必好了 圣经说你们医治他们吗 不 你该做什么 手 按 手 按 他们会如何 他们要做什么 必好了 可能会好 也许 不 耶稣说 他们必好了 可能是 当天 可能是三天 可能是一周 他们必 代表他们 必定会好 天地都要过去 神的话 永远长存 Amen 好 你也可以借着 其他方式 分次医治 Amen 高游 远距 Amen 但 耶稣命定 在马可福音十六章 他提到按手 因此 如果你生病 你看 我们每次聚会 都有小组 我们有医治中心 我们的医治是 Amen 请招待 帮你找到方向 他们都预备好 他们都有手 每个都有 Amen 全都有手 有些手很大 没说大手 小手 小手 没说什么样的手 你的部分 只是手 你的部分 按 神的职责 是医治 能力 如果我顺从 什么也没发生 我为什么要感到丢脸 我不是医治者 我之前说过 如果我是医治者 我会医治我的脸 不会长这样 不要笑那么大声 每次我分享这个 你们都笑很大声 好 所以 在那之后 我也要为 马可牧师的脸 讨告 所以这里非常清楚 需要分辨律法和恩典 你明白吗 到目前为止 明白吗 我们需要学习的 另一个 原则是 断章取义的解释 每一节经文 麦尔兹科夫代尔 再给他们看一遍 麦尔兹科夫代尔 这将极大的帮助 你们理解圣经 只要你弄清楚 说什么或写什么 出于谁 和对谁说的 何时说的 是对犹太人说吗 我还是能得益处 你知道有人写信 就像 就像神的仆人 写信给 就像马可执事 或者马太执事 对不起 我把坐在前面的 马可降级了 OK 他坐在这里 OK 好 因为他知道 我爱那个属神的人 那个属神的人 在信中教导他 他与我分享 我可以受益吗 即使写给其他人 我能受益吗 可以 你必须找出来 即使旧约中 有些东西写给犹太人 你能受益 旧约中的许多事 都是预表 这些东西 都是为举例而写的 哥林多前书十章 告诉我们 这一切发生 这些发生在旧约中的事 旷野的经历 从埃及到迦南 Amen 所有旧约书卷 预表是给我们学习 和劝戒 我们能直接从 对犹太人说的话中 得益处吗 可以 Amen 大家明白吗 但书信是写给我们的 从前经上写的 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 为着我们的益处 好 圣经中 这部分 通常是 新约 是写给我们的 因此耶稣说 外族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却要到以色列家的 弥阳那里去 不是写给我们 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 他的门徒 OK 到目前为止 明白吗 很简单 好 是或否 是这样的 好 如果你不摇头 那你就说 是 各位 在教会里 你必须学习 你必须为牧师的鼓励 摇动头 好 我只能看见你的头 我只能看见头 你移动你的头 我很受鼓舞 我知道你理解 明白吗 再一次 大家一起 好 给谁 对谁 用什么话 在哪说的 有什么意图 在什么情况下说 之前发生什么 之后又发生什么 最后一部分 指的是上下文 在上下文中 查看所有内容 我告诉过你 很多基督徒 害怕希伯来书十章 如果我们故意犯罪 从某意义上看 每种罪都是故意的 作者在希伯来书 十章中说的 一定是种特定 故意的罪 Amen 我们从第一节 一直研究 希伯来书十章 如果我们故意犯罪 我们发现 这是一种拒绝 基督一次 永远的献祭 Amen 这是对圣灵 见证的拒绝 特别是在以下方面 我也要宽恕 他们的不义 绝不再记着 他们的罪恶 这是对父的拒绝 说我废除那先前的 我要建立那后来的 Amen 因此当你拒绝 这一切 就是故意犯罪 但我敢肯定 你不是那么愚蠢的 会拒绝主耶稣基督 我在和对的人说话吗 Amen 你们不是拒绝 主耶稣基督的人 当一切都为你成了 他爱你 主从不要你 即使你服侍他 你想想看 他从不要求你 为他做任何事 服侍他或做任何事 或给予他 他从不要求你这样做 直到他为你付出一切 Amen 然后他喜乐 当你给别人一杯冷水时 他也很高兴 不要以为你是先给的 是他先给 懂吗 我能这样说吗 就道德方面来说 这对他来说更重要 不知何故 他得着极大的喜乐 还有你仍然可以讨神喜悦 我们都在基督里备受恩宠 我们都被基督接纳 但我们所做的一些事 可以使他喜悦 例如 我非常喜爱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永远是亲爱的 永远是我爱的 Amen 但有时我的孩子做什么 在那特殊的时刻 我会感到高兴 有些事情你可以做 圣经说 神因这样的献祭而喜悦 我们都想讨主的喜悦 我说的对吗 我说我们都想讨主的喜悦 Amen 刚才当我给你们看 学习得以在神面前蒙称许 说的不是在救恩上 你距离太远 不不 我们都已被认可 那是给工人 服侍者 传教士 那里的工人 要蒙称许 称许是 不像以福所说 是蒙恩惠 是Dokimos Dokimos是 雅典时期使用的 希腊 他们 他们 他们的 货币是硬币 他们会消泊硬币 OK 在 一世纪的某个时候 雅典透过 八十多项律法 禁止 消去硬币 因为硬币很软 是软的金属 不像我们今日的硬币 能被消泊 还有许多货币兑换商 拒绝接受被消泊的硬币 他们是正直的人 这些兑换商 而这些兑换商 被称为 Dokimos的人 经过试炼的人 正直的人 学习得以在神面前蒙称许 学习也展现自己的Dokimos 无愧的工人 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 这就是那些将成为 圣经 圣经教师 服侍者 还有传道人等等的 业主 赞美神 好 看看情况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喜欢用这些经文 因为我们可以学到两点 你会看见 让我们来看 菲律比书第二章 有收获吗 有 好 我亲爱的 我亲爱的弟兄 我在笑 因为 我知道我预备什么 我知道你会得着什么 我预备这么多 我只 我只讲了三分之一 不过别担心 我会送你回去 别担心 我会在三个小时内准时送你回去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我不知道这被提出多少次 即使在特会中 另一位讲员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关于 菲律比书说 做成你们的得救 他们都知道这部分 做成你们的得救 他们都知道 我说什么意思 你是在告诉我 我们今天应该为救恩而努力吗 人们的想法是 我们仍在努力成就我们的救恩 不 朋友 一旦你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最好知道你已得救 无法做更多 事实上没有所谓成就你的救恩 你做什么都不能得救 不是靠行为 是本货恩因着信而领受 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而称义 亚伯拉罕信神 这被算为他的义 所以这是断章取义 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的 麦尔斯科夫戴尔 怎么说 整本圣经 庭戴尔不是 他只翻译旧约 但麦尔斯 麦尔斯说什么 去看上下文 之前发生什么之后是什么 所以他说 他写信给信徒 我亲爱的写信给信徒 并告诉他们 做成 神在 你里面的工作 做成 是因为神在你里面工作 如果你渴望有在某个领域服侍 要知道这一点 神把那渴望意愿和渴望放进去 不止如此 意志和行动 代表他给你意愿 然后他让你有表现 哇 Amen 你渴望为病人祷告 Amen 服侍陷入困境的妇女 Amen 如果这是你的渴望 Amen 是谁把渴望放在心里的 是神 寄给你渴望与意愿 然后 得以做成的能力 也来自他 但请注意 他说 做成 得救的功夫 你已经有了 对了 这里的得救是 完全一致 Amen 圣经里 一切 美好的 神所有的祝福 就是救恩 你会发现 救恩不仅代表 从地狱中得救 做成 神在你里面的工作 Amen 做成它 换句话说 神给你意愿 神赐给你渴望 去服侍孩子 神赐下这些渴望 给你力量去做 然后呢 你没去做 不让它流出来 是浪费 在神的估算 像我刚才说的 神是如何评断 价值 比如说道德 你可以相信神 祷告神在你的工作中 得着晋升 你可以向神 祷告 我需要更多的收入 或者其他的 这发生在你身上 你很开心 对吗 神是快乐的 当你 当你快乐时 但什么真正讨神喜悦 不是你得着这些东西 当你有耐心 当你仁慈时 都在关系中 你说耐心的价值是什么 他讨神喜悦 我想如果我再赚一百万 这会讨神的喜悦 我可以为他做更多的 不过当你对人有耐心 更讨神喜悦 你很好心 大家 在今日世界 他们看不到任何 有耐心的理由 除非 为了作秀 这样才能从你身上 得到些什么 爱的乐趣 与其说是为得着什么 不如说是爱 本身 在于爱本身 你应该在爱中 找到你的满足和享受 即使这个人没回报 你可以看见 有时候 人以另一种方式去爱 他们会非常生气 他们爱的人不回报时 但首先 我爱你不是为得回报 你如何回应并不重要 对于我所有的批评者 我爱你 我真的知道 事实上 有时我为你领圣餐 Amen 我祷告神 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Amen 不要让任何坏事发生 Amen 我祷告你们 也为我领圣餐 Amen 对 因为 人不必要我爱他们 就去改变 这就是神的爱 Amen 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 善待那些恨你的人 好吗 Amen 三美主 这是依据上下文的翻译 做成神在你里面的工作 感谢神 神在你里面工作 祂不要求你给你没有的 如果神告诉你 按手在病人身上 祂医治的能力 已经在你里面 再说一次 这不是你做的 但祂甚至给你意愿 想象一下 如果祂让你握住手柄 你只需要 就像动力方向盘 你只需要 决定方向 有时 各位甚至只用一根手指 决定方向 力量切入 对吗 然而 有些人 让这些恩赐 还有魅力 呼召恩高被浪费 没有成就感 他们想再赚 一千万 他们想赚 非常不满足 甚至 无法满足你内心深处 但是当你善良时 有爱心时 这讨神的喜悦 胜过其他事 阿妹 我能给你看 刚刚浮现在 我心中的经文吗 其实没有预备这个 不在荧幕 来看哥罗西书一章 哥罗西书一章 很快来看 我就不必看圣经 谁先翻到 好 在前排 他们是最早找到的 我知道他们是 最快找到的人 因为他们是我的牧师 我的领袖 是委员会成员 他们是最早翻到的人 好 第一排 有人找到吗 第一排 有人找到吗 任何人 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 会众中有吗 会众找到了 直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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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视直视直视 目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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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圣经说什么 权力兼顾是哪一节 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 对 十一节 我还没有打开 我的圣经赞美神 感谢神 我有基督的心 Amen 好 仔细听 加力 我引用的英王钦定本 照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利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你的新译本说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我说的对吗 有三个字 OK 分别是 Donomis Kratos Doksa 你看到 听着 得力 全能从Kratos 荣耀从Doksa 荣耀 荣耀的全能 其实希腊文中是力量 它荣耀的能力或力量 朋友们 朋友们 神做什么 神圣的事情吗 神的力量为何来到你身上 神圣的能力神圣的力量 这样在你身上吗 神圣的能力和力量为何赐给你 这里说 耶稣成长时 祂的灵很刚强 什么意思 正是这个意思 让你成为更有耐心的人 什么 所有的力量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经文放在那里 如果你要找到经文把它放上去 对 每个人都可以读 好 照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看到了吗 我们有神圣的力量 神圣的能力 神圣的力量 照着他的荣耀 看见了吗 做什么用的 各位 这是提到你的祷告 保罗在祷告 好叫你们凡事 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听着 如果可以 第一个是忍耐 应该是忍耐 互扑摸你 忍耐 忍耐是对试炼 坏的 不利的环境 你很坚定 你忍耐着 你为主坚持 Amen 继续做正确的事 即使给你压力 要做错的事 Amen 人们谈论你 你忍受 你忍着 你明白吗 Amen 你明白吗 Amen 好 第二个是宽容 这是对人 这就是会讲到 会讲到耐心 第一是忍耐 第二个 其实是宽容 就是Macro to Meal 延伸出通心粉 Macro Macro意思是长 OK Macro to Meal To Meal是脾气 你脾气宽容 因为相反的脾气暴躁 代表什么 你不耐烦 神的话说 神的话说 为这什么目的 神要兼顾你 你成为 成为坚定不移 持久的 这是针对不利的情况 然后耐心是对人 耐心是对人 你以为这样 这样而已 神说 我已经忍你这么久 我对你很有耐心了 欢欢喜喜的 看到没 我告诉你 每当我在开车时 这些经文就会出现 每次我在开车都会明白 真的 因为我可以有耐心 我什么都不做 他们做可笑的事 各位就在昨天 Only yesterday 你知道我正在开车 好 我看见 各位 这真的发生 我并不想 你知道炫耀什么 我做了 好事 在我帽子上 放一根羽毛 老实说 我看见 一辆公车 即将从巴士车道上移出 如果 可以的话 我会让公车先走 因为如果你不让 车辆会一直塞着 而你知道 公车 车上的人更多 我停了下来 等我停下来时 我后面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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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大 我们不能停下来 吸一口气 让公车上的人先走 到目的地吗 这种特权感是什么 我的车必须一直动 也停下来 我会心脏病发 你要这样生活 你可能心脏病 我不得不转到另一个车道 原谅那些按喇叭的 主啊 奉耶稣的名 饶恕他们 原谅他们 当时 然后我对自己说 欢欢 喜喜的忍耐 欢欢喜喜的忍耐 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但我正为此祷告 还有这是祷告 这是保罗为哥罗西 圣徒的祷告 那祷告是圣灵末世的祷告 对哥罗西圣徒有什么益处 对新造教会圣徒有益处 对GSC圣徒有益处 是给今日所有圣徒的 因为这是圣灵末世的祷告 为你所爱的人祷告 为自己祷告 立上加力 凡是照他荣耀的全能 立上加力 这样我就可以行神祭 各位 哈雷路亚 各位 你生病吗 你生病吗 把你的头放在这里 瞎眼了 过来 让我吐到你眼睛里 那些不知道的人 福音书中有这样的例子发生 对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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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好了 来吧 我们认为能力是 不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是主所喜悦的 但如果你看见他所看重的 一切的力量 他释放他的能力 他的力量等等的 好让你可以 可以有欢欢喜喜 的忍耐 可以对人宽容 欢欢喜喜的 有时我们将责任 视为职责 实际上 其他人没有同样的责任时 他们很想拥有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不是责任 而是特权 对你来说 你的特权已经成为一种责任 对 我的妻子 我 你看 他应该做的 何必说谢谢 我家里的帮佣 我有付钱 哪要说谢谢 为什么说请 不知不觉中 就会进入你的工作场所 等到礼貌等的好行为 从我们的社会中消失 你会看见每个人都有权利 每个人都是 你会感到痛苦 因为你会送礼物 例如 没道谢 大家确实 确实忘记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当你送礼物时 不要期待任何回报 你爱 享受爱 你的 你的奖赏 你的成就 在于爱 去爱吧 阿们 让我们为彼此祷告 好吗 利上加利 我现在 必须停下来 OK 我只是开个玩笑 那些新人 三个小时只是笑话 只是笑话 好吗 我现在就放你走 老实说 我们还没找到 我想分享的关键 OK 但是 尽管如此还是好的 另外 这个部分 主刚才要我分享这一点 再一次 各位请记住 对主来说 我们 对待他人的方式更重要 比起公开服饰 你知道 以公开的 戏剧性的方式服饰他 让别人看见 因为我们可以 出于错误的动机 未被别人看见而服饰 Aman 特别是领袖 我们必须查验内心和动机 因为我们是在为人所见吗 那么你知道吗 你的服饰变得就像 沾染你所服饰的人 我不喜欢这样 我不喜欢 不喜欢看见领袖 当他们听见 某某那个名人 或者那个人 不管是谁 然后我看见他 这发生在很多年前 神可以当我的见证 发生在很多年前 领袖不在了 很短时间队伍很长 只因那个人很富有 我看过这种行为 心想 奇怪 我的问题是 大家想和我吃饭 我是说 有些人 非常富有 他们想和我一起吃饭 但我只想花时间 和这些人在一起 我不看人 Amen 富人 穷人 你们都一样 Amen 我在基督里看见你 你备受恩宠 是荣耀的 Amen 祷告 神啊 每天照你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利上加力 好叫一切忍耐 愿一切宽容 至一切耐心 凡是欢欢喜喜的 忍耐宽容 首先你会发现 你可能会有耐心 但不是喜乐的 没关系 这是三十倍的表现 Amen 我快做到了 迟到遇见你 Amen 我对每个人都很有耐心 迟到遇到你 现在是喜乐的相反 Amen 但想想看 如果神把他一切 一切的属性 神圣的 Dunamis 神圣的Kratos 力量 能力 Doxa 荣耀 都在其中 这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 Amen 你蒙福吗 Amen 请各位低下头 闭上眼睛 再一次 各位低下头 闭上眼睛 OK 听着 如果你从未 相信主耶稣基督 他要再来 征兆已经出现 表明他要再来 Amen 会有 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将有饥荒 在世界各地 圣经说 当这些事发生时 要抬起头来 你的救赎 尽了 这是我们的肉体 身体的救赎 也许你从未领受耶稣 作为你所有的罪 完全的偿妇 你正努力行善 想让神 记住你的良善 朋友们 再多的良善 永远达不到 神完全公义的标准 神 对他来说 他爱我们 圣经说 耶稣说 神爱世人 神如此爱你 他赐下独身爱子 叫凡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如果那是你 我奉耶稣的名 邀请你 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和你全家 都必得救 现在就和我一起祷告 说亲爱的天父 我承认 耶稣基督 为我一切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承担我的审判 他被埋葬 第三天 你让他从死里复活 主啊 谢谢你 他今日活着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复活的主 他的得胜 就是我的得胜 他的义 就是我的义 他与你靠近 现在就是我靠近你 天父感谢你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现在直到永远 耶稣的宝血 洗尽我所有 我所有的罪 奉耶稣的名 大家一起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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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请起立 在接下来的一周 你和你的家人 愿一个接一个的祝福 一堆又一堆的祝福 一个又一个的祝福 降在你身上 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会是你 周围人的超级祝福 愿神的恩典 临到你 恩上加恩 再加恩 恩惠又一个恩惠 你可以分次这恩惠 祂把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 凡事常常充足 多做各样的善事 愿你在下周 行在其中 愿主兼顾你 天父啊 求你用一切力量 兼顾我们 每一位 照着你荣耀的全能 凡事欢欢喜喜的 忍耐宽容 在下一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等一下 在你们走之前 我要先警告你们 因为一旦你祷告 这个星期 只要知道 OK 如果你面临试炼 是赞赏 神认为你足够重要 祂招募你加入祂的军队 Amen Amen 神祝福你 下次再见 Amen 谢谢大家